澳门国际评联女子世界杯小组赛结束 国评六位选手出战 最终五人晋级 最后一场比赛是世界第一孙颖莎对阵陈思雨 莎莎一如既往让人放心 最终在四局激战后 掌获两连胜晋级淘汰赛 这样一来 孙颖莎携手王亦迪 陈梦 王曼玉 陈兴桐 一共五人晋级淘汰赛 唯一出局的是宽曼 她被韩国名将田智希几出局 虽然奥运选拔规定小组出局要扣大量积分 但宽曼本就不可能去巴黎 所以也无所谓 国评对手方面 最大的冷门当属伊藤美城出局了 伊藤的出局也是相当炸裂的 她与王艾米战成2比2平后 所在小组三人相互交手 全部打成了2比2的平局 这也是新赛制最有趣的结果 最终 比拼小分 伊藤美城西败出局 泰国名将苏塔西尼萨维塔布特 成功杀入16强赛